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我们继续在分享有关于神的荣耀的这个课题 首先我们看看经文《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 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它全能的命令拖住万有 弟兄姐妹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的它到底是谁呢? 其实是指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就是神荣耀所发出的这个光辉 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光辉 基众姐妹我们知道光对我们来世上很重要 不论是给我们看的这些东西 更重要也是给我们那个温度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活下来 宇宙的所有的生物如果是没有这个光 我们的生命就很快地结束了 耶稣基督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 必得着生命的光 他说它是世界的光 这个世界是黑暗的 所以需要光 那世界的光是代表上帝的权利 还有上帝的属性 暗呢 这是代表上帝的这个威士 还有这个魔鬼的威士 还有这个魔鬼的作为 在以赛亚书第五章 耶稣基督说 那些人有祸了 因为这些人是以暗为光 以光为暗的 怎么说呢 给个例子 最近我们在大选的这个时期 在这个很多的政客都发表了 是是非非不分明的这些言词 对的讲成错的 错的讲成对的 所以那个就是一个黑暗的张学 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为什么耶稣基督说 我就是道路呢 其实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真光 他就照亮了我们前面的道路 指导引导我们 怎么去走前面的道路 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真光 那我要再跟大家说明 耶稣基督给我们了永生 那我们就是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光明中来生活 而且我们也要引导人来接近这个真光 除此之外 我们要如何地活出这个荣耀上帝的生命呢 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他说我们是被选选的族类 我们是这个君尊的祭司 还有这个圣洁的国度 好 接下来的这个是很重要 就是叫我们要去宣扬 要造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耶稣基督就是带领我们出黑暗 入光明的那一道光 那一道光辉 那就是神的荣耀 叫我们出黑暗入光明 耶稣基督也叫我们要有好行为 以至于别人能够看出 我们是属于基督的 在菲利比书第二章十五节到第十六节 也有说明 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 就好像一个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三节 更加地说明了 智慧的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 使那多人皈依的必发光如星 直到永永远远 弟兄姐妹 2022年要结束了 我们要反思 我们的生命到底是发出暗淡的光呢 还是发出这个明亮的光 还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暗淡的 没有为主发光 我们也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成为祂使用的器皿 能够在何时 这是在 无论在何时何刻 都能够为祂来发光 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现在的父神我们满心地感谢祢 赐给我们美好的这个2022 虽然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主能够继续的 能够还是能够继续的让我们保守 让我们有保守我们的生命 保守我们的一切 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 主我们要感谢祢能够赐下耶稣基督 这个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 赐给我们的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照亮了我们的生命 赐给我们救恩 主我们要活出 祢要我们活出的旨意 那就是要通过你自己的真光 来反射你自己的光辉 到我们身边的人群当中 以致我们能够为祢做美好的见证 能够为人群带来光 带来方向 带来温暖 求主帮助我们这个软弱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成为 祢所使用的一个器皿 能够为祢发光 感谢祷告 来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